三娃爷爷,三娃爷爷,三娃爷爷 我爱三娃爷爷 三娃爷爷,我不见的玩具车在你这边哦 哦,这台玩具车是小蜜的 嗯,对啊 哎呀,小蜜 这就是你平常都没有物归原味的习惯 把东西乱丢,所以经常会有东西不见哦 哎,三娃爷爷,你另外一只手拿什么啊 哎,你看吧,不是只有我的玩具车 某某的发夹也在你这里啊 小蜜,不用说别人 我们来说说你 小蜜的房间是不是也都乱七八糟的 嗯,对 因为小蜜没有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玩玩的玩具没有放回原味 衣服也没有收到衣柜里 让自己的东西经常不见 嗯,这样小蜜的妈妈会非常的辛苦哦 啊,现在想起来,妈妈真的好像很辛苦哎 谢谢三娃爷爷的提醒 我会改进的,以后我自己的玩具自己收拾 哈哈哈哈,小蜜很棒哦 哦,那三娃爷爷,发夹可以给我吗 我帮你拿去给猫猫 顺便跟猫猫提醒一下乌龟原味的重要性 好啊,谢谢小蜜 哈哈哈哈 嗯 嗯